那今天呢要跟各位来特别分享一个 另外一封信 这个也是一个妈妈写给这个儿子的信 但这封信呢有人说读完之后 认为这个妈妈非常非常的理智 也觉得这个妈妈呢非常的开明 但是呢也有些人不同的认为 所以呢各位都知道一体有两面 那到底老师怎么看这封信 那这封信到底的内容写些什么呢 请各位啊务必看下去 哈喽大家好我是Liu老师 老师之前有一个影片叫 妈这不是你的家 目前为止应该有80万的观看 那像百万在做突破了 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影片的喜欢 但是呢我也觉得 为什么这支影片会这么多人看呢 我在想其中也是这里面的内容 非常值得大家来做一些探讨 那今天呢要跟各位来特别分享一个 另外一封信 这个也是一个妈妈写给这个儿子的信 但这封信呢有人说读完之后 认为这个妈妈非常非常的理智 也觉得这个妈妈呢非常的开明 但是呢也有些人不同的认为 所以呢各位都知道一体有两面 那到底老师怎么看这封信 那这封信到底的内容写些什么呢 请各位务必看下去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订阅我开启小铃铛 才能收到我们最新上片的提醒 这一封信呢有点长 那我希望各位呢都能够看到最后 那接下来呢老师要跟各位来念一念 这封信它到底写些什么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时间过得好快 转眼已经到了半百的年纪 回想起这些年的生活 只觉得百感交集 说实话 人到我的这个年纪啊 什么也都见识了 自己吃的苦受的罪 不愿意再让孩子承受 而婚姻应该算得上是 人生最难的一场修行 亲爱的儿子 突然给你写信 一定很意外吧 但是有些话 我也只能在信里和你说 前几天你跟媳妇争吵 妈妈在门外都听见了 你也不要怪她 虽然她跟你一样都叫我妈妈 但毕竟我不是她亲生母亲 你可以在我前面随意 而她却是不敢的 昨天我在洗衣服的时候 就顺便把你们的脏衣服 丢在里面 我在门外听到媳妇对你说 你妈又把我的衣服拿去洗了 我只要看到阳台上那些贴身衣物 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真的都隐私都没了 你妈来了之后 你整个人都懒了 我都不敢喊你做事 怕你妈对我有什么看法 哎呀 儿子啊 真不好意思 我过来的这几天一直很谨慎 但没想到还是做错了事 儿子 你千万不要去责怪你的媳妇 不要责怪她不孝顺 虽然妈妈听到这些话 也确实有点不高兴 但是还是要对你说 媳妇是对的 如果我是她 我也会跟我的丈夫抱怨的 今天是你们结婚的第七天 妈妈过来照顾你们新婚小两口 看看你们的新房 已经来了一周了 明天就准备回去了 你爸抱了一个旅行团 过两天我们就要出发 趁着自己还能走斗 准备拿自己的退休军 去这个世界上看一看 在旅游之前 妈妈有三句话想对你说 第一句 结婚之后 我和你不再是一家人 儿子 你读到这里不要惊讶 妈妈说的这句话 并非要离你而去 而是你已经建立了 你自己的家庭 你和你的妻子就是一家人 我和你的爸爸是一家人 你已经28岁了 已经是一个很棒的成年人 妈妈甚至都要踮起脚 才能碰到你的头 但妈妈不得不渐渐地 退出你的生活 因为如果介入你的家 对你 对你媳妇 对我们都不好 妈妈真正要为孩子好 就一定要学会体面地退出 不愿意放手的母亲 与其说是爱孩子 倒不如说是她想继续掌控 如果你想我了 我会来你家玩 小住一段时日 每天做你最喜欢的牛肉炒面 但儿子 请你千万要记住 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 我只是搬过来站住 你和你的妻子才是一家人 第二句 结婚之后爱你孩子之前 请先爱你的妻子 当年妈妈生下你 你父亲高兴了几个晚上睡不着 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很丑 小脸皱巴巴的 眼睛都睁不开呢 但看着你 我们就仿佛看见了世界上最漂亮的珍宝 第一次当妈妈 才知道带孩子有多累 你爸爸白天要上班 妈妈要得给你洗衣服 洗尿布 做饭 洗刷餐具和奶瓶 但看着你 我就觉得日子过得无比的充实 将来你们也会有了孩子 媳妇一定会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孩子的身上 因为带孩子真的很累 必要的时候 妈妈也可以过来帮帮忙 但你一定要记住 妈妈希望你和妻子一起带孩子 哪怕上班再累 能够在下班时抱抱孩子 和孩子说说话就已经够了 有了孩子之后 你们很容易把注意力 全部放在孩子身上 但妈妈还是要说 请不要忘记爱你的妻子 一个被爱着的女人 和别的女人是不一样的 她的心情会愉悦 她的笑容会舒爽 她会更爱这个家 更爱自己的家人 一个好的家庭一定是爸爸爱妈妈 爸爸和妈妈一起爱孩子 夫妻关系要凝架在一切关系之上 妈妈爱孩子超过的父亲 或者爸爸爱孩子超过的妻子 这样对家庭都是不好的 看到父母亲相爱 在一个好的原生家庭长大 孩子也能学会如何去爱 如何去表达爱 最近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幸福的人是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是用一生治愈童年 第三句 结婚之后 妻子才是你最重要的家人 你还记得吗 之前你们小两口在沙发上陪我看电视的时候 媳妇问你 如果我和她同时掉进水里 你会先救谁 妈妈想在这里告诉你 请你先救你的妻子 因为妈妈掉在水里 你爸爸会救我的 人生就是不断地失去的过程 最重要的人都会先后离你而去 所以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妈妈已经快六十岁了 总有一天 我会老得走不动 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 离你先去 你的孩子将来也会找到自己的伴侣 就像你离开妈妈身边一样 只有你的妻子 才能陪着你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她才是你最重要的那个人 所以 你一定要比爱妈妈更爱自己的妻子 把她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彼此扶持 互相珍爱 虽然从此以后我们会聚少离多 但是妈妈没有走太远 我会一直看着你 祝福你 听完这一封信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感觉 两位有什么看法 一般妈妈不太会这样吧 是吧 所以她这个妈妈很特别 对对对 是不是很特别 都帮那个媳妇在讲话 在讲话对不对 所以其实对我个人 当然我就说嘛 有些人读完之后 她会觉得 这样的妈妈好像非常开明 对不对 然后对媳妇非常好 当然我也问过很多当媳妇的 每个人都觉得说这封信写得太棒了 因为完全就是说出他们的心声 对吧 但是也有些人开个玩笑说 他在怀疑这封信应该是 媳妇的反串 就是媳妇写的 写给她儿子看 就是意思要对我好一点 不过老师在那边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不一定对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分享 我认为这个妈妈有如此豁达的心态 尤其是对她的儿子跟媳妇 这种这个婆媳关系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点非常肯定 也就是说对媳妇非常疼爱 那第二个呢 我认为可以认同的是 在这封信里面 他字字记句都在教育儿子 如何的去疼爱老婆 我想这一点也没错 因为你想嘛 从小到大人家都是家里的 这个掌上明珠 接下来嫁给我们对不对 我们肯定要好好疼爱人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也很好 第三个认同 我是觉得在后面写的那一个部分 就是不这么依赖这个小朋友 他懂得自己去规划 自己的老年生活 我觉得这一点 当老人家是非常棒的 所以这三点呢 我是觉得非常好 但是呢 同样的有认同的地方 就一定有一些 我觉得不是太认同的地方 那不认同的地方呢 我是分为三个部分 好 三个部分 但是在这三个部分之前 我认为这封信 它写得太直白 太沉重 就像之前我在跟各位分享一样 有时候说话还是要包装一下 转弯一下 有没有更好的说法 我觉得更好 为什么呢 譬如说他的第一句话 结婚之后 我们就不再是一家人 这句话太白了啦 而且这句话也太直了 各位你想想看哦 如果你家的儿子是不孝顺的 他听完这句话 他就觉得很有道理 反正我们就一人一家嘛 一人一家 公妈谁人猜嘛 但是如果你儿子是孝顺的呢 他会想说 怎么搞的 为什么才结婚七天 怎么突然我妈就不见了 我妈就不把我当一家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太过于直白 所以我认为呢 也太过分地切割 这种无情的决心太严重 我是认为只有七天的时间嘛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我认为一般儿子 也许不能接受吧 好 我想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呢 对于自己来讲 当然我刚才谈的意思就是说 站在妈妈的立场 她说出了这句话 结婚之后我们就不再是一家人 我觉得这个做得 太过分地切割 并且呢 这种决心有点无情 太无情的这个概念 因为你有没有问过当事人 也就是说你有没有问过你小孩 他搞不好不是想要跟你这么 明白地切割嘛 所以我想这一点 我认为自己来说 太过武断地 把你们之间的关系 太绝情地切断 这是第一个 对于这个老太来说 那第二个对于媳妇来说 我也觉得有点不公平 为什么 我才嫁到人家七天 这时候你就写了一封信 要跟你的儿子要怎么样 切断了这个 关系嘛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这要是传给人家听到 那是谁造成的 对 你会变成欺负 是不是你造成的 对不对 那你非战之罪啊 你根本没这个意思啊 而且你在结婚七天 我都还没有好好的正式相处 就像你说的 我虽然叫你妈妈 可是你不是我亲生母亲 那你有没有多一点时间来了解我 而且前面信中还有提到一点 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他有听到他们吵架嘛 对 你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吵架而写下了这封信 有一点像以退为进 对 就看你儿子怎么表态 也有人是有这样的认为 所以我认为呢 对于媳妇来讲非战之罪 而且呢 真的媳妇会很担心 因为这件事情一旦传出去之后 这个不孝的名字 就一定落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夫妻身上 你不是要强迫让他选择 到底是媳妇比较重要 还是妈妈比较重要吗 你写的这封信的概念 不是这个概念 会让儿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为难 很多东西我们都说会是二则一 就是两个选一个 但能不能做到二合一呢 就两个可以合在一起 合在融融不是也很棒的一种概念吗 所以呢 当然这封信 我想每一个人解读不同 如果真的我们遇到这样的事 首先第一个 有没有比写这封信 更好的沟通方式 能不能给这个儿子或这个媳妇 更正面一点的教导 而不是用这种 以退为进的这种方式 把自己写得那么严重 我们不再是个家人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 可能需要我们来看的 那第二个呢 我是认为还是一样 很多事情是可以做 不可以说 有些事情是可以说 不可以做 像这种事情我就认为 我们可以做 不要说 譬如说我们渐渐的离开 他们年轻人的生活 让他们有独立的空间 对不对 然后常常告诉他们说 有空的话 来回家看看 如果需要我帮忙的时候 我一定随传随到 你可以这么说嘛 对不对 然后呢就每次儿子打来说 妈我想找你说 我忙耶 我要去旅游 你渐渐的你把自己的 这种时间花在你自己的身上 让慢慢的让他们 有一些独立的空间 那第三点呢 我觉得家庭的问题 从来都不应该是选择题 不是这样嘛 就我刚才说的嘛 一定是要两个选一个嘛 事实上呢 如何大家都能够 和家和乐融融 不是很好吗 父慈子孝 兄友弟公 一家人 全部可以回绕在 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 相互帮忙 相互支持 我相信 虽然有很多人 不喜欢这种大家庭 但是我也相信 一定有蛮多大家庭 都是相处的不错 我想这一点呢 一定非常好 所以应该这么讲 如何去教育我们的子女 或者我们的媳妇 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感恩之心 和平共处 我认为家和万事心 才是真正 我们要走到的一个 理想的阶段 好吗 那我想今天呢 我把这封信呢 分享给大家 那么也表达了 不同的一些看法 各位我们可以是 静静的思考一下 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习 不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改过 反正呢 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 不一样的想法 也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 不同的理解 那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麻烦订阅按赞 记得把它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这个议题 我是Liu老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 比如说 我跟那个他们 我们两个有一些恩怨 我们有一些不爽 那我坦白讲 我这辈子也不会原谅他 但是你现在跟他做朋友 我也鼓励你了 你尽量去跟他好一点 你尽量干嘛 那以后我出事 你也不用管我 反正我这边有人 那你怎么做 就不需要讲那个嘛 那你就顺顺地讲下去 比如说 儿子我在你这边 已经七天了 我要回去了 恭喜你结婚了 接下来你的小家庭 就要自己加油咯 对不对 老婆要疼爱 知道吗 妈妈不用担心 就大概写 讲这样不是就挺好的吗